一个国家啊 闭路满路 坎坷奋进 到今天这一步 封山开路 玉水大桥啊 你们这儿最形象的图像 把中国特色受伤 就走走走 遭近者其与三千分开 有万能之胜 社会里建设这个接班人 既要以包装品德 又要有真才师储 广大青年要培养奋斗精神 做到理想坚定信念执着 不怕困难 永不开拓 顽强拼搏 永不弃累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斗 是我们人生难得的记忆 每个青年都应该珍惜 这个伟大时代 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这段话 建于2018年5月2日 总书记和北大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早景者其与三寸之铠 依旧万人之身》 这句名言呢 来自于南北朝 北齐刘咒的刘子重学篇 原话是 《为山者其与一窥之土》 以成千丈之鞘 《早景者其与三寸之铠》 以旧万人之身 每次说到 从三寸之铠 以旧万人之身 我都想到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无数人人知识 他们从年轻时 从基层 从社会最底层 开始奋斗的身影 他其实是比喻 有价值的人生 要经过坚持不懈的 点滴的积累 只要能够坚持不懈 只要能够持之以恒 这样就一定可以 成就事业 成就人生